不敢中招了 别中双脚 同家班的元老陈龙去世了 10月10号 导演Robert Samuel在社交平台上 发文纪念演员陈龙 他表示 我们失去一位香港电影界传奇人物 陈龙 这是为了你们的安全着想 享年79岁的陈龙 是香港动作电影的知名区别 在他的从业期间 曾与两位巨星深度合作过 一位是李小龙 一位是红金 而陈龙本人一生拍过上百部电影 在荧幕上塑造了许多经典角色 他也见证了香港动作电影的兴衰起落 啊 我又来吃了 你又来吃了 我一会听到这一位 是在家里面的身体 他也有认识 他都关了 一位是入门的 我一会听到这一位 是 我一会听到的 会听到这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与李小龙一起出演了《唐山大凶》、《青五门》及《龙争虎斗》三部电影 不幸的是 李小龙在1973年意外去世 陈龙与李小龙的合作也就此终止 离开李小龙之后 陈龙又在韩英杰的牵线下加入了红金宝的团队 由于陈龙身形肥胖又有些傻气 与红金宝十分相似 因此两人被称为红家双胖 大哥红金宝是一个讲义气的人 他喜欢捧自家的师兄弟 陈龙也因此发迹 一个演员的身份在荧幕上发光发热 1980年 红金宝自编自导影片《鬼打鬼》 陈龙在片中出演黑心的《茅山术》是前真人 他专门为有钱人服务 屡次伤害善良的张大胆 如此缺德令观众恨得咬牙切齿 《鬼打鬼》上映后大受欢迎 陈龙便出演了许多类似的电影 如施加重地的念咒与撒纸钱的道士 人鬼神中的客栈服务员寿博 除此之外呢 他还演过人下人 人下鬼等等僵尸片 80到90年代 是香港僵尸片最火热的年代 而陈龙作为僵尸片中的经典配角 也成为了许多80后影迷的最爱 如果说林正英饰演的九叔是最好的道士 那陈龙就是最坏的道士代表 当然 这个坏呢 仅限于荧幕上 私下的陈龙是一个敬业又努力的动作演员 而动作演员的人生 注定与伤病为伴 陈龙在职业生涯中 也是受伤无数 两千年之后 陈龙便逐渐已退 不再开戏 在那个没有特技的年代 像陈龙这样的龙虎武师 用真刀真枪 一拳一脚创造了香港动作电影的辉煌 他或许不是最出名的演员 但是一定是敬业又努力的演员 这样的人 值得观众用心去尊重和怀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